锅的东西也就只剩这个意大利面啊 这个应该是全家最便宜的料理了 只要8块钱 然后8块2只要8块2 比那个全民地便当那个还便宜 然后这个8块2的价格呢 基本上也就是去萨利亚吃个意大利面 差不多也8块2 但是我觉得萨利亚的也很好吃 我们试一下这个8块2的意大利面啊 然后这一份是314克 我等一下还要录一个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8块5比他贵 然后只有100多克 这个8块2有314克 每100克有674千角 叫肉酱意大利肉酱面 然后这个命名啊 很有那个不一样啊 如果它叫肉酱意大利面呢 我就觉得它是那个意大利修饰的就是那个面嘛 它现在叫意大利肉酱面 总感觉它意大利修饰的是肉酱的意思啊 然后我们把它拆开看一下 意大利肉酱面啊 盒子同样是稍稍有点加热变形 因为它这个汤很汤 这个打开盒子前呢 闻到了很重的蒜香味啊 打开盒子之后 这个蒜香味反而不见了 是难道我闻习惯了吗 打开盒子之后啊 就不再是蒜香味了 变成了奶油的味道 觉得怪怪的 嗯 是变成了那个奶油和芝士的味道 其实我觉得还是那个蒜香味的啊 可能更爽一点 那么试一下这个 它叫什么 意大利肉酱面啊 看一下是不是肉酱里真的有肉 好像是有肉的感觉 这个东西好奇怪 远远离着远闻就是蒜的味道 进处闻就是奶油的味道 就是那个cream的味道啊 应该说是 试一下 嗯 意面是非常 非常全家的意面啊 就是 中国口味做熟了 嗯 挺好 这个我喜欢 总比做不熟的意面好吃 然后配上它这个酱呢 感觉就是一种 有奶油味道的西红柿打卤面的感觉 怪怪的 这里边还有 还有芹菜 竟然 这个面真的是八块二 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这个酱和面 我觉得也不错啊 非常有饱足感的面 关键是八块二 你还能追求什么呢 八块二还不错啊 这个跟去那个外面 那个意识餐厅吃个意面啊 感觉差距也不是特别大 只要八块二啊 可以推荐一下 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为之小白 有互动 拜拜 拜拜